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我们这个来源 刚刚我用请购单做维护 再做更新是不是 好 那就一定会告诉你 这来源是请购单来的 当然它还有几种 这里总共有 1 2 3 4 5 6 7种来源 它可以从 LRP 可以从MRP 这是物料的部分 也可以用订单 也可以用合约采购单来的 也可以用采购变更过来的 还可以其他的方式过来 直接输入 对不对 好 这是第一个 要注意来源可以从这里做 了解 第二个呢 我们还可以在这里 做数量的变更之外呢 还有这里 预交日我也可以做调整 我只要做修改以后 可以调整 它预交日 再来往后面看 这里面会告诉你 这个参考单别在哪 参考单号在哪 因为它 然后呢 结案不结案 你可以看有三种 考试有三种 未结案 自动结案 跟指定结案三种 考试也会考 结案 怎么样叫做未结案 因为现在只有 刚刚建立好 采购的作业单 它还没有真正去 采购进料 进货 如果进货以后 它就会怎么样 就会结案 就是自动结案 如果指定结案的意思 跟什么一样 跟刚刚说 确定了 这个不买了 这个案子取消了 当然就指定结案 指定结案 那个部分就不再 往后送了 好 再往下看 这个单据呢 它的请购单别 请购单号 跟请购的序号 这后面都自动 都会产生了 资料都在这里 好 如果可以 我再储存一次 就没问题了 好 再确认一次 就没问题了 接下来 我们完成这个之后 记不记得 记不记得 我们有几个部分 都是可以做变更的 而且变更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做变更作业 然后它的板次会自动 每变更一次 自动加一个板 对不对 这里有哪几个 看一下 你看 订单有一个变更作业 看到了 合约并单也可以做变更作业 还有哪里呢 我们来看采购 采购有一个采购单建立作业 采购单维护 采购单更新 还有采购单变更在这里 有没有看到 好 现在我告诉同学 采购单如果变更可以变更 譬如说 我直接就进入采购单变更 不要忘记了 又回到原来最原始那种方法 新增 单别 C331 今天是哪一个 这个是我做的吗 不是 这个 然后自动就是第一板 然后我要变什么 我变什么的时候呢 我就增加一个序号 刚刚这三个我要变哪一个 假设变这一个 我变什么呢 变这个日期 逆交日期 我变成逆交日期应该过期了 对不对 所以我要把它变成30号 这个是日期变更 或者 我这里就可以写了 日期变更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呢 第二个我还可以写说 假设 我的那个 数量 我可以做一个变化 譬如说 数量变成2500 然后我在这边还要再写一个 日期变更之外呢 数量变更 那个日期变更 数量减少 我把它输进去 然后储存 储存之后呢 那就完成了 那你要看这个 看这个 结果是怎么样 一定会在哪里 同样回来采购单 然后你可以找到 刚刚那个采购单 它就会有一个 板 不是这一个 抱歉 是哪一个 我看一下 我再查一下 这一个 为什么没有找到 因为我没有确认 所以我们必须要确认以后呢 好 没问题了 再回来看 你的采购单 采购单里面呢 一定会找到那个 而且 这个会变成板41的 那变更的内容是什么 这里面就会有记录了 这里面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看看这里面 有没有找到 历史变更记录 好 我没有 这里面没有呈现 但会呈现什么呢 呈现说 这里面会有呈现 第一个 在后面是 第一板 然后呢 数量变化了 对不对 好 日期也变了 刚刚日期也变了 好 这样子完成了一个 那 刚刚采购单到这里呢 已经快要 快要结束了 只有几个东西 跟同学们在做介绍 我这里不做 不做练习的 哪里呢 采购单会有一些 相关的报表 报表在哪呢 我们来看一下 五支五十二页 五支五十二页 这里 有这几个报表 这几个报表都在采购管理系统里面的报表 厂商预计进货 那一定是什么 一段时间内厂商预计进货的内容明细 第二个呢 品号预计 是品号预计进货的时间 再来 制令 制令的话呢 是工单的角度来看 制令就是工单 做制造这个零件或生产零件的时候呢 它的一个依据或者一个命令 要他做什么 这个叫做生产角度 采购预计进度 是用采购日期的角度 最后来源 是譬如说 采购单啊 或者客户订单的来源 刚讲有七个嘛 对不对 好 这些都在哪里 在这里 看一下都知道了 在我们的采购单里面 采购单里面会有一个什么 是 刚刚是在 在报表 在报表里面 好 报表里面 看到厂商预计进货表 品号预计进货表 制令预计进货表 采购预计进货表 来源 来源在哪里 来这里 来源进货表 这里面有表都在这里 同样道理 如果你要去了解 我们的 那个采购 订单部分的话 有订单预计出货 明细表 商品预计出货 这些都在这边可以找到 好 那我们 今天的部分 今天的部分就到这里 告一个段落 已经讲了 采购 请购单跟采购单 请购单 几种方式转过来的 由那个订单转过来的 那采购单也是由订单 或者由 请购单转过来的 那请购单转的话 必须要先用 维护再做更新 维护一笔一笔做的 维护可以同时检视 也同时可以修改 那最后更新完以后呢 你就可以回到采购单去把它找出来 然后做一个确认 当然其他的 你也可以再做任何的一个修正 变更 只要变更一定要在变更作业做 留下任何的记录 好 那今天的部分到这里 告一个段落 那我们今天 其他的时间呢 我们下礼拜可以再做 其中一个练习 五支 五支四十八的练习再做一次 还有五支五十一的练习 好 我们今天到这里了